路透社10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 政府同意向阿联酋出售50架F35战机 总价值约100亿美元 在此之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 以色列已同意美国向阿联酋出售F35战机 如果交易顺利推进 阿联酋将成为第一个拥有F35的阿拉伯国家 也将是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拥有F35的中东国家 在向阿联酋出售F35战斗机后 比利时空军识别网站11月3号报道称 美国政府已经提准以大约104亿美元的价格 向以色列出售约50架更为先进的F22猛禽战斗机 美国已在2011年停止了该型战斗机的生产 并禁止外销 有分析指出 如果这一消息为真 美国这一决定是史无前例的 更有可能引起中东地区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我觉得首先应该说 向以色列出售F22的行动 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 我觉得首先是美国在推动中东的棋局上 出现更多不利于伊朗的变化 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更加的密切 那么大家的共同的敌人 就是伊朗单一的美国眼中的地区强大的对手 在玩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的时候 美国首先是以阿联酋作为一个试水 向阿联酋出售战机 是要经过以色列的同意的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进一步密切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关系 同时也是告诉中东的国家 如果大家想获得更先进的武器 得到美国的支持 那么以色列是一个 你们需要进行沟通的重要的伙伴 但是同时美国对于以色列 一方面把以色列作为下一阶段 中东棋局上的重要的棋子 把自己的盟友要紧紧地拉在自己的身边 那么同样在军事上 一方面希望某种程度的武装以色列 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军售的方式 让以色列认识到 即使阿拉伯国家也得到了美国的武器 但是以色列仍然是美国在地区国家中 它的这种最看重的一个国家 是最亲密的盟友 一个像刚才苏老师讲的 他卖给以色列的武器装备 一定要优于阿拉伯国家 这是一个既定方针 所以从定义上来讲 他可能会卖给F22给他 如果说卖F22呢 美国也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图困难 首先一个就是说 他的法律他得要修改 他有立法他不准卖 第二一个美国的F22停产很久了 现在只有存量没有增量 如果你现在要往外卖 就等于把现有的F22往外卖 能不能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同时带有一个最新的信息 就是什么 如果美国人下一代战斗机有眉目了 我准备造更新的机了 那么现有的F22我就可以卖了